嗨,大家好,我是歐瑪 最近我發現便利商店變成越來越多 阿公阿嬤在那邊喝茶聊天的聚會場所 因為它可能在家的附近又有座位跟冷氣非常非常方便 那在日本推出一系列的飲法服務 甚至還變成了製造中心 那今天我們就來看看這些服務到底有多麼的有創意吧 2005年日本已經是超高齡社會 也就是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是超過六十五歲以上 那便利商店也成為了飲法主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活動據點 那為了滿足越來越多長者的不同的需求 因此便利商店也決定用更多元的方式來做經營 因為老年人有時不方便走路出門買菜或出門吃飯 因此7-11推出一週七天不同豐富又營養的送便當服務 日本全家也有 而且另外成立一個專門為這些飲法族研發菜色的研究所 結合超商的在地養老 日本超商Lawson與護理飲法機構合作開設了護理Lawson 讓老年人及他的家人可以採買到他們有失酬的生活用品 包括食品、日用品、護理商品 還附設日照中心及服務台 讓長者與家屬都能隨時擁有專業諮詢 日本千葉縣松戶市的超商看準高齡商機 在超市內附設了18桌的麻將間 可攜帶外食但禁止賭博 希望提供老年人打發時間動腦的消遣 又能增加待在店裡及消費購物的機會 台灣目前的前幾家龍頭超商 其實開的複合式的店型都越來越大 像Seven的話 它把書店、超商還有健身房全部整合在一起 又或是像全家呢 將生鮮還有藥局開在一起 所以其實提供的服務都越來越多元 那在2026年的時候 台灣正式的進入超高齡社會 那像高密度的這些便利商店呢 其實深入了各個的大小鄉鎮 甚至呢可以去取代很多便秘地區的領民中心 所以未來這些超商提供給這些鷹法族更多人的服務 它是下一步必然的趨勢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場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將最Stylish的資訊 以時間分享給你喔